青年党加入西盟之路遇上了蓝路虎 公正党青年团14名州和联邦直辖区团长 昨天提交备忘录反对青年党加入 公青团强调虽然他们尊重领导层的最终决策 但是同时也认为 西盟重新分配土团党在上届大选留下的一起之后 蓝眼获得上阵的议席将会增加 加上党主席安华在过去的州选中 也不另推举年轻候选人 因此青年党无论加入与否 都不会对公青团构成任何威胁 如果我们看来自 Sabah, Melaka, Sarawak dan juga Johor 空间被总裁给小典女党 尤其是在这些团队的团队是很高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是承担在改革 AMK会是承担在改革 消除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现象 社会保障 提升公共交通和应对气候变化 公青团宣传主任哈兹克指出 多数的年轻选民并不关心政治 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政党 也缺乏投票的理由 因此公青团希望透过这项运动 集中宣传年轻人和下一代关注的政策 以此来鼓励更多年轻游离的选民 踊跃投票支持共政党 同时配合这项运动 公青团也会从这个星期开始 举行各类型的论坛和活动 吸引年轻选民